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填字阁中文学院聊话题学中文 请大家订阅评论我的频道 你们的支持是我创作更多优质视频的动力 在今天的热点话题里 我们要聊一聊高铁推出静音车厢这个话题 好 我们一起来看 出门坐高铁 遇到三种人会立刻让人烦恼 在车厢里大声公放短视频的大爷大妈 高谈阔论 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有几个亿生意的大老板 以及大哭大闹上窜下跳的小孩 出门就是指旅行 在中国坐高速铁路 高铁旅行非常非常的普遍 但是如果你上了火车遇到这三种人 真的很让人不爽 第一种人就是公放短视频 短视频就是现在很多app上app上那些个video shout video 公放就是使用speaker来放出那个声音 在中国我们称那些五六十岁的男性叫大爷 五六十岁的女性为大妈 那么第二种人就是老板 那些boss做生意的人 他们经常是高谈阔论 谈论就是说 谈论谈论什么呢 高深的或者是范围很广的一些话题 那么高谈阔论这个词往往有一种贬义的含义 就是在那里边夸夸起谈 上窜下跳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成语 就是在座位上啊 或者是在地板上啊 跳上跳下 一点也不安静的这样的孩子 熊孩子临坐刷短视频大声外放 想必大家在高铁出行中都遭遇过这样的闹心场景 为了让您告别这些烦恼 铁路部门特意推出了静音车厢服务 在中国我们用熊孩子 对就是这个bear bear孩子 来指那些个特别吵闹 特别不听话的 特别调皮的孩子 临坐就是坐在你旁边的人 刷短视频 这个刷短视频是非常流行的一个网络用语 短视频这些video都比较短 所以你很快就看完了一条 然后呢就刷新 就refresh 所以不停的看很多的短视频 我们就用刷短视频 这些带来烦恼的这些场景 也叫闹新的场景 让你的心很烦 很不舒服 就是闹新的场景 近日铁路部门在金户 金广 成鱼 高铁等部分复兴号动车组列车上 设置了静音车厢 金户就是从北京到上海的高铁 因为金是北京的缩写 户是上海的缩写 那金广就是从北京到广州的铁路 成鱼 成就是成都 鱼就是重庆 就是从成都到重庆的这根铁路线上 那不是所有的列车组都是金银 只有呢复兴号车组 在中国的高铁有两种动车 一个是和谐号 一个叫复兴号 复兴号是更新 智能化程度更高的一组动车 想要购买静音车票的旅客 只需打开铁路12306APP 或是官网选择带有镜字提示的车次 12306APP就是中国铁路官方卖票的APP 在二等座车票购买界面 勾选优先分配静音车厢席位 选项即可 但是请注意目前仅官方区道提供 静音车厢车票购买服务 其他第三方平台尚不支持 就是说还有一些个APP 它也是可以提供 比如说购买车票 飞机票 酒店这样服务的 大家可能都听过一个APP 叫SeaTrip 中文就是携乘这样一个购票平台 它现在还不支持 接下来我们看一个短视频 看看如何购买 打开12306APP 选择带有这个标示 这里有静音提示 勾选此处 点击确定即可安排 在静音车厢中 乘客们需要遵守以下几项规定 第一请在静音车厢内保持安静 第二请使用各类电子设备时 配戴耳机或关闭音源外放功能 音源外放这是一个很高级的术语 一个technical term 就是把speaker 扩音器的功能关掉 第三请将手机调制静音或震动状态 第四请在接打电话或相互交谈时离开静音车厢 第五请携儿童出行的旅客 照看好您的孩子 避免喧哗 喧哗就是大声的讲话呀吵闹啊这样的状态 那么静音车厢又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首先车厢的语音播报音量是正常音量的30%到40% 乘务员会掌握每名旅客的到站信息 为每位旅客提供一对一的到站提醒服务 语音播报呢也叫乘客播报 就是passenger's announcement 一对一就是one on one这样的提醒服务 参服员进入静音车厢会停止对商品的介绍 如果旅客需要餐饮服务 可扫一扫座椅扶手上铁路畅行码 按照页面显示进行下单 工作人员会及时送货到座 扫一扫scan通常有一个码就是code 这里都是QRcode 我们叫二维码 那么这是铁路部门给出的一个二维码 你知道吗 在中国通过扫一扫这个铁路畅行码 还可以点外卖 当火车到达下一站的时候 你的外卖就会被送到你的座位上 好的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不要忘记点赞转发订阅添资格中文 不要错过更多优选话题 学习超级有用地道的中文 了解当下中国社会与生活 谢谢再见 谢谢 谢谢 好